大学第07北京班马琛同学带来他的分享 有请 刚刚赵辉医生讲了 人工智能会让我们这个时代充满变化 我接下来想讲一件不太变的事 今年过年 大家肯定都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流浪地球 中国科幻电影的一大部 非常的成功 但是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 在这部电影之前 你有看过其他的中国科幻电影吗 可能很多人跟我的答案一样 没有 但有一个数字我要分享给大家 在过去的三年 中国总共拍摄了321部科幻电影 这当中的大多数电影 我们不知道是谁拍的 讲述了什么故事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如果没有这300多部的沉淀和积累 中国科幻电影和流浪地球 恐怕也很难取得今天的成功 你听到这个消息 是不是觉得很震撼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心里也咯噔了一下 我就想 我过去三年都做了些什么呢 于是习惯性的 我打开了我的印象笔记 这里记录了我过去三年 方方面面的信息 工作生活学习家庭交友 大概2138篇笔记 总共275万字 这是多少呢 大概比一部《红楼梦》 一部《水浒传》再加一部《西游记》 还要多一点点 对 你可能听说过我 我就是江湖人颂代号笔记侠的马琛 得到大学第07北京班学院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谢谢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记笔记这件事 这事我做了可不止三年 这其实是一件我坚持了十年的事情 十年之前 2009年 我在法国BV公司 以全球管培生的身份 回到中国 就在上海 担任项目经理 当时也是梦想着 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可是工作非常的繁琐 始终打不开局面 领导评价我是优秀的大兵 但是带不了团队 这个状态让我困扰了好几年的时间 十年后的今天 我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公司 Momenta 同样是从项目经理起步 用了一年的时间 晋升为公共事务部总监 兼任CEO的业务助理 协调整个公司管理层的沟通 和重大项目的执行 忙碌是我们这种公司的常态 但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井井有条 要不然哪来的时间上得到大学呢 那我想说记笔记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具 或者一个习惯了 对我来讲 这是一场我的十年的人生修行 说到修行这个词 你可能觉得有点宗教色彩 你甚至觉得这事会有点苦 你看我这个形象 你就觉得这事更苦了 但其实呢 修行就是我们刻意追求 自我成长的一种训练 你我都是普通人 人生短短几十年 我们的天资禀赋就那么多 如何才能不断地提升和精进自己呢 万维刚老师告诉我们 你要找到一个人生的核心算法 然后大量重复 一万次 这个道理我想在座各位 都知道 但为什么我们还在感慨 经常说过不好这一生呢 我自己的体会是 光找到核心算法还不够 还需要一个抓手 一个用来启动最小量级的 刻意练习的抓手 对我来说这个事情就是记笔记 而对各位来讲 如果你也希望自己的刻意练习 自己能够开启一场人生修行 有所收获的话 不妨参考我的心法 为自己找到哪个抓手 那关于什么是一个有效的抓手 我有三件事情要告诉你 第一 找一个抓手 你要建一个仓库 可存储 可连接 存储 换个词讲 就是累积 这个世界上最不可累积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时间啊 因为时间一分一秒就流逝过去了 但是在时间的维度上 有一件事情可以被累积下来 它叫做努力 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人 累积了惊人的努力 有的人每天坚持早起半个小时 有的人每天写作三千字 有的人每天跑步十公里 还有人每天发一条六十秒的语音 更可怕的是 这些人会一直坚持下去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在时间的维度上 你已经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去PK 事实上 当他们决定开启这场修行的那一刻 就已经战胜了所有人 这就是累积的价值 这就是存储的力量 仓库的另一个作用是连接 就是把仓库当中的信息 让它的价值体现出来 我刚才说到 我的笔记有很多篇 我对他们做了不同的分栏目的设置 有很多的标签 现在对我来讲 记笔记已经不太花费额外的时间或精力了 在开会的时候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 在地铁上我拿出手机 睡觉之前 我在派带上写一下当天的日记 我所有的信息就能在多个终端随时同步 而且我想找某一个段落或者某一个事件 我只需要输入一个关键词 就能定位到相应的信息 比如说你问我在职场当中 第一次获得明星员工拿到年终奖 我记得那是2013年 但我有一篇大概2000字的日记 记录了当时非常细致的每一件事情 你问我第一次独自谈成了超过4个亿人民币的合同 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 我可能只能跟你讲个大概 我在巴黎吃了多少顿方便面 但我有一篇超过5000字的巴黎一周的日记 告诉我我在那都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 你问我在德道大学过去的三个月都收获了什么 我告诉你有很多很多 因为我有大概150篇的日记和所有的学习笔记 这就是我的笔记库 它记录了我人生方方面面的东西 我随时可以跟它们发生连接 你可能会说马陈指当然很好啊 但这是你的东西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吧 我想说眼光放长远一点 你看一看人类历史 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 我们都记得什么样的人 其实总共就三类 有权的 有钱的 和几笔记的 你可能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吗 但是你想一想 我们说说汉朝 汉朝大家都记得谁 汉高祖 汉武帝 红顶商人 丝绸之路 对吧 你还记得谁 司马迁吗 对吧 这一部史记 直接定义了他的历史地位 无人可以超越 还有一位记笔记的说出来 就更厉害了 他老人家47岁 开始拜访中国的明山大川 拜访各个行业的能工巧匠为师 整理了超过1000万字的杂技 最终输出的 是一份192万字的本草纲目 李时珍 这份文字目录清晰 查找使用方便 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就是我们记笔记行业的祖师爷 而且你说 真的只有记笔记这样吗 不是的 刚才老潘不是讲了吗 每天早起半小时 一年就多出七天 十年就多出两个半月 而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个事情 每天跑步十公里 一年就是北京到深圳的距离 十年就能绕地球一圈啊 所以你看 当这个仓库被建立起来 穿越了足够长的时间 他就筑起了一堵高墙 战胜了一切 而且时间越长 价值越大 衡量他的 已经不再是普通的金钱 而是时间的富力 找到一个抓手的第二点 你要穿起一根针线 不断地丰富自己 刚才我说到 我的笔记有很多的标签 事实上我也在 很多的场合都做笔记 我开会的时候记 聚会的时候记 甚至看电影的时候我也记 有朋友就问我 说马琛 你不累吗 你不烦吗 你有必要吗 我就说 挺累的 也有点烦 但是很有必要 罗继思维有一位著名的 李子洋老师 可能大家都认识 有段时间呢 他到庙里去短期出家 他跟德道高僧们一起 吃斋念佛打坐 每天穿僧衣送衣轨 坐行禅 逢人就双手合十 身体前倾 念阿弥陀佛 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天 但他说整个人的心情 都更加的平静 看待世界的眼光都不一样了 对他人更加的宽容 你可能说 这是李子洋老师顿悟了 他得到了嘛 但我告诉大家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概念 叫做聚身认知 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呢 就是用你的行动去影响你的感受 不简单的说 这事非常的厉害 举例子讲 我们都知道人开心的时候会笑 对吧 因为你有一个很愉悦的心情 它在你的行动上表现出来 就会有微笑的动作 但是聚身认知告诉我们 即便你现在不开心 你只需要努力的做出微笑的动作 你整个人的心情就会好起来 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再举个例子 站在这样的舞台上 面对两千人的场子去演讲 第一次上台一定会感到紧张 可能大脑一片空白 四肢冰凉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但是只要你站定 抬头挺胸 目视前方 慢慢地说话 紧张感会一点一点地退去 你会获得更强的自信 这都是聚身认知 在发挥它的力量和作用 那说回到我记笔记 为什么我要做记笔记呢 是因为我要追求 对我的工作和生活的掌控感 掌控感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是去年12月31号 在深圳跨年演讲的现场 那边是罗老师 在台上慷慨讲了四个小时 这边是我 拿着笔记本记了四个小时 我的笔记 当天晚上这一份 大概七千字 那我都记了些什么东西呢 这里是一些截图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 有很多黑色的字体 这我暂且定义为 我笔记的第一类内容 我称之为 我看到的和我听到的 大家可能不一定看得清楚 但我跟大家说 这里其实记录的 就是罗老师说了什么样的话 PPT上出现了什么金句 什么样的图片 现场有什么样的灯光音乐 掌声观众的欢呼声 就好像一个塑记 其实大家写日记 也是这么写的 这部分应该都很熟悉 但你会注意到不一样的事情 我还有两类标签 一类是黄色高亮的 一类是红色的字体 这是我很有仪式的做的设计 那些黄色高亮的部分 我称它们为 我的感受和我的思考 举个例子说 而我发现有个地方 罗老师讲的话 和PPT上的字不一样 或者我感受说 拖不花 工作还是回家 这个例子 好像在之前 某一段音频当中 我听过 又或者我感觉说 罗老师关于 等号的这个概念 讲得真是太清楚了 我非常的佩服 这都是我现场的感受和思考 我都用黄色的高亮的字 把它记下来 那些红色的部分呢 字数最少 但对我来讲 其实最重要 那部分我称之为 我的问题和行动 比如 回去订阅 良年老师的公众号 好好理解一下 什么是小趋势 比如说 等号的这个概念 一定要回去 在管理层立会长 讲给大家听 比如说 今年跨年演讲 有几张图片 标下来 一定要存下来 以后发公众号的时候 可以用 这三部分内容组合起来 共同构成了 我这份七千字的笔记 任何时候 我想起跨年演讲 只要打开这份笔记 我就能回溯 那四个小时 我的经历 这就是我的掌控感 那你说 这样寄笔记的方式 我是第一天就会吗 其实真不是 这其实来源于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 是做项目管理当中 做问题复盘经常用的 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想更完整的 准确的复盘 它对自己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 看到听到了什么 是事实 感受思考了什么 是你的主观的判断 问题行动 是你接下去 要采取的做法 但是这个工具 我越用 我越发现一个问题 就像刚才 我跟大家分享的 跨年演讲 那些点点滴滴的 思考和感受 那是现场 电光火石般的思维碰撞 出来的火花呀 非常的绚丽 但是转瞬即逝 如果不记下来 后续就想不起来了 所以我就说 怎么办呢 这么好的东西 我得想办法记下来 于是又回到开头说的 具身认知的做法 既然我有这个想法 我就用这种方式 去做笔记 所以你们就看到了 我刚才那样 笔记的格式 当然最开始 这个格式 我用的也很不顺 记的时候 故此失彼 但是时间一长 就好像一根小针 不断地在刺激我 突然有一天 就打通了认读二脉 我就发现 自己可以在多个通道之间 互相切换了 所以那天晚上 等罗老师 打出了这张PPT的时候 我突然就感觉 自己飞到了高处 我看到下面 有三个我在对话 第一个我说 这是德道大学 第07全体学员的名单 我名字在上边 第二个我说 周围的同学都热闹 欢呼热烈的都炸了 我想起在德道大学 学习这三个月 那么烧脑的过程 我也觉得很爽 还有一个我 说这可得想一段 牛逼的文案 赶紧发朋友圈 你看 我就能同时 反映出来三件事情 所以我对这段经历的 吸收理解和感悟 就会特别的充分 那你说 这是种什么能力呢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做精分 就是精神分裂 还挺形象的 对吧 这就是 当我需要快速准确 和深度的去吸收 一段精力的时候 我就会开启这个能力 发挥我刚才的状态 那你说 换个角度看 好像又是 马晨 这是你记笔记的能力 你记笔记记得挺好的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说 记笔记让我收获的 可不仅仅是精分 这一个能力 在我每天的日记当中 我会刻意的去记录一件 或者一个人 让我特别感激的事 是因为日记月累的 通过这个事 这个方式 我能培养出一个 更加感恩的心态 我能更好地 与别人建立链接 我拥有了更好的同理心 我在每周的总结当中 我会去记录 关于理财 关于投资 重要的信息和决定 以及重大的支出 因为这件事情 让我在最近的几年 对于理财究竟是什么 怎么办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最近几个月 公司有一个新的部门 我在每一次会议当中 都刻意地去观察 跟他们相关的产品研发 技术商务 方方面面的信息 因为这样 我才获得了跟他们部门的人 快速对话和了解 更好地支持他们的机会 还有 我最喜欢的杀人游戏 天黑请闭眼之后 我现在通常都努力做到 是最后一个闭眼的 因为我要去观察 场上所有人的表情 动作 语言语气 姿态 这都是他们身份和目的的象征 当我收集到这些信息之后 我就可以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你们肯定还知道 坚持每天跑步的人 会拥有更加开阔的心胸 坚持每天写作的人 对语言会有更加犀利的表达 和更准确的把握 所有这些能力的扩展 之所以成为可能 是因为这些抓手 让我们穿起了一根针线 不断地刺激自己 不断地丰富自己 把所有这些成长的维度上 我们的美好愿望 都能付诸实践 然后这些梦想 才能照进现实 关于找到抓手的第三点 就是让自己活成一个资源 活成一个符号 可以想象 我这样几笔记是很容易被人看到的 还是老潘的事 去年10月13号 在07北京班开学典礼的现场 那天跟今天很像 全程的分享非常的精彩 我做了大概一万一千字的笔记 过程当中我就听见老潘坐在我旁边 跟他的深圳同学说 你看那边那个同学 头发都没了 打字还挺快 老师刚讲完 他的笔记都出来了 事实上那天我就 把笔记排了版 发到了德道大学第07的微信群里 这也成为了我在这里第一桶社交货币 那后来北京班的每一次线下分享 我都坚持第一时间把我的笔记整理出来 与大家进行分享 而且后来还补充了提问回答的环节 以及二叔的精彩点评 在今天到场的北京班的同学手里 都拿着一本叫做武林秘籍的书籍 这是我们精心准备的收集的 那三个月我们共同经历的 德道大学的学习当中最精华的内容 很荣幸 我的笔记也被收录其中 而且在毕业的时候 我总共收到了132朵小红花 当中有超过一半 可能都是送给我的笔记的 我就发现 记笔记这件事情能得到这么多优秀的 德道大学同学的认可 我觉得非常值 能在这里为你们记笔记 予有荣烟 当然在工作当中 记笔记更是给我带来了一些 受益匪浅的地方 我们公司的管理层立会 通常是有几个人轮流做会议纪要 他们发现了我的笔记之后 都要过去做参考 然后有什么记得不清楚的 或者遗漏的地方 都会以我的为准 到现在成了什么状态呢 就是负责会议纪要的人 可以打电话 可以请假 可以走神 回过头来反正有我兜底 我还得时不时的负责 跟我们的CEO聊天 把他重要的思想和决定 整理成文字 分享给大家 所有这些让我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和机会 去观察和理解我们这个公司 我们在做的事情 也能让我更好的去推进各方面的工作 我记得在读吴小波先生的腾讯传的时候 他曾经提到过 腾讯这家公司在十年前的发展 前几年的发展非常的快 但很遗憾 那个时候由于种种原因 一些重要的会议纪要 邮件 文字 都不完整了 我想会不会有人在十年以后 在我们自动驾驶 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天翻地覆以后 还愿意回来为我们这个时代 再去做一些研究 再去写一篇传记 如果有人愿意的话 或许我的笔记 会成为一份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就像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石碑 成为我们打开那个时代 很重要的钥匙一样 我等着我的笔记 也可以被拍卖个几千万 也说不定的 说到工作 就再回到十年前 一位职场过来人 问我的问题 说马琛 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是一个什么资源 别人为什么要找你 老实讲 十年前的我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甚至不知道 要去哪里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十年后的今天 我在一个人工智能行业的公司 我不会编程 我也不会调试机器人 但就凭这记笔记这个标签 我可以很自信地说 我能够与他人和组织发生协作 建立连接 我已经是一个有价值的资源 这是我在十年前开始记笔记的时候 所不曾奢望的 但是经历的这十年的修行 我很自然的 也很意外的就得到了那个问题的答案 现在如果再有人问我说 马琛 你是一个什么资源 我说 我是个记笔记的呀 最后 我想再用一个词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十年记笔记的修行 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个词叫做借甲修真 这是一个打篮球的哥们跟我说的 他说你看我们每天打篮球打篮球 打的真的是那个篮球吗 其实我们的训练 就是让身体更加的强健 更加的灵活 每天蹦啊跑啊跳啊 篮球就是一个戒指 这事叫做借甲修真 我突然就特别有感触 我说 对呀 我记笔记 我要的也不是这几十万几百万字啊 我在记笔记这件事情上 其实修炼了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 你看我现在 我的笔记库 是我的大脑的一个外接硬盘 是一个井井有条的数据库 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存储和提取 我对这个世界的感悟 我让我的大脑不用再去负担累累的 做一块存储的硬盘 而可以专心去做一个高速运转的CPU 这对大脑来讲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而且随着这个数据库不断地扩大 我对这个世界认知的维度和能力 也在不断地丰富 这就又回到我说 我拥有了更强的掌控感 在这个充满变革 甚至有点焦虑的时代 我能够更加自信地去面对 所有不可避免的挑战 回到今天我们这个大时代 时间滚滚向前 不可逆转 而我们通过人生修行 所获得的自我成长 同样不可逆转 修行的道路 其实没有那么难 也没有那么苦 你看你只需要像我一样 找到一个抓手 建一个仓库 穿一根针线 用时间和努力 不断地去耕耘 一定也可以 把自己活成一种资源 在修行的路上 希望与各位同行 谢谢 感谢马琛同学的精彩分享 请台下就座 接下来有请上海来市 单踩血浆站站长 德大大学第07 上海班陈振同学 带来他的分享 有请 今天我们在座的 大都来自于一二线城市 都是都市的精英 接下来呢 我想带你去一个 你平时很少去的地方 这个地方啊 我们简称叫下城市场 俗话说呢 得小镇青年者 得天下 我呢 就跟大家讲一个 下城市场 和小镇青年的故事 流浪地球 这部电影 我相信在座都看过 刚才呢 我们马琛同学呢 也提到了他 那么我呢 想带你分析一下 他的票房 他到目前为止啊 有46亿的票房 其中呢 14%的票房 来自于一线城市 41%的票房 来自于二线城市 剩下的45%的票房 来自于三四五线城市 头条 快手 拼多多 这两年几乎每一个 人几乎看不懂的怪兽 都是从三四五线市场 涨出来的 于是呢 市场上形成了一个共识 这是一个下沉时代 必须要向下沉 要增长 不过大多数时候呢 这个共识 有点抽象 因为很多人 对于下沉市场的理解 往往是靠 抽象的数字 和指标 而我的情况呢 不一样 14年来 我是在一个被法律规定 只能在县级市场 开展业务的工作 大家好 我叫陈振 研究生毕业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德道大学第零期 上海班的学员 我的职业 是单材雪浆站的站长 那么我自己呢 县江呢 有55次 但我的职业呢 很多人 我的职业呢 很多人感觉比较陌生 简单粗暴的解释呀 就是在县渔市场 组织动员 健康适龄的人群 有偿参与 捐献雪浆 那么这里呢 要稍微介绍一个 背景知识 我所从事的 献雪浆 和大家平常 所认识的 异物献雪 是不一样的 献雪是由 血栈采集 直接运往医院 用于临床 而血浆 是由 江栈采集 运往血液制品公司 加工做成药品 然后再到药店 或者是医院 用于患者 那主要是治疗呢 脑水肿 肝腹水 血有病 破浪风等等 它呢 是生物制药的 重要分支 那么根据 单才雪浆站的 管理办法呢 单才雪浆站 应当设置在 县及县级市 在规定的采浆区域内 组织动员 县雪浆者 那么也就是说呀 我的右开站 只能是在县城 乡镇和村一级 那我呢 也是有KPI的 我的KPI呢 就是每年的采浆量 那么2013年的时候呢 我是临危寿命 接手了当时我们单位 业绩倒数第一的 湖南的淘江站 当时呢 它一年的采浆量呢 只有1.8吨 那么我用了三年的时间 把它从倒数第一 变成了正数第一 一年的采浆量呢 是27吨 那么27吨 它是个什么概念呢 一袋雪浆 是600克 按照一年 365天来看 27吨 也就意味着 跑江站每一天 要接待123人 而同一个人 两次县雪浆的间隔期 至少要是14天 那么说到这里呢 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我这个站长的工作呀 就是在固定的区域内 动员尽可能多的人 成为县江员 那可能你会想 我不就是组织 卖雪吗 可能你还会问 我是不是双鱼座的 所以呢 我这个工作呀 其实呢 挺难的 在一个下沉的市场 陌生的地方 一个很容易被人误解为 是卖雪的行业 既不像销售 也不像采购的业务模式 不能打广告 也没有经销商 咋干呢 接下来呢 我就跟大家做一个 知识服务 分享我的四点心法 硬枪门 软黄金 老组织 新解释 那么心法一 硬枪门 假设你是我 课班出身 单枪匹马 来到一个县城 要从无到有的 开展 陷雪江的工作 第一步 你干啥 那很多人呢 可能会想 找关系 但是呢 我这个业务呢 不行 因为我是让人陷雪江 除非是本人自愿 否则呀 你找谁都没有用 我们是一个 全新的物种 要打开一个 全新的世界 就必须要用 硬枪门的策略 那么什么叫 硬枪门 就是不绕圈子 从第一天开始 就真刀真枪的 直面用户 那么为了获取 第一批种子用户 我们采取的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摆摊 搞一整 我们呢 把摊位 摆到公园 集市 超市 等人类量 比较多的地方 给老百姓呢 免费量量血压 天天心肺 做个无创的体检 那有的时候呢 还会配上高音大爸爸 就能吸引很多人过来 那么人来了 我就有机会 向他们宣传 我们是干啥的 那为了更好的 打开局面 我们还需要具体的战术 那么这里面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代码 5112 5呢 就在一个区域里面 我们要发展50位 意见领袖 一般呢 都是当地啊 比较有威望的人 构成我们的影响力中心 形成灯塔效应 那么一呢 就是发展100位联络员 而且呢 他们之间呢 是有角色分工的 以乡镇为单位 构成铁三角 一个是司机 负责呢 结送 一个是积极的农村妇女 负责呢 组织工作 一个呢 是村医 负责呢 讲解知识 那么第二个一呢 是张贴100张 宣传海报 那么张贴的位置啊 也是有讲究的 比如说呢 在乡镇政府 卫生院的宣传栏 在出租车里面 在超市的美口 那么最后一个二呢 是一年要开展 200厂的推介会 那我们的业务人员呢 随身就要带一个 Uphead和一个投影仪 只要是有超过五个人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开一个宣传会 那么有的时候呢 会借助乡村医生会议 妇女主任会议 乡村政府的会议平台呢 开我们的宣传会 那作为对512 这个工程的一个补充呢 我们还有一个天网工程 就在每一个县 要找到一个 政府关系比较好的人 做我们的顾问 对接呢 一些政府的资源 这个呢 就是一套标准的打法 不管是一个线 还是一百个线 不管是谁干 512的代码呢 就要循环往复 坚持运行 这个呢 就叫硬敲门 那么敲开门之后呢 我们第二个新法 叫软黄金 我们呢 有次开宣传会 有位大姐呢 上去做分享 她说呢 自从我加入 鲜血浆的宣传工作 我再也不需要伸手 跟我老公要钱了 有次我老公买车 她钱不够 还是我给她凑上的 那么她的老公呢 过年走亲戚的时候 也是跟亲戚们进行炫耀 说我老婆现在 也能挣钱了 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呀 我们听到很多互联网公司 在宣传 把自己的用户 变成铁杆粉丝 但是呢 在三四线城市 你想让老百姓 配合你做事 就不能全靠情怀 你还需要给他们一些 实实在在的回报 也就是钱 可以说呢 有没有钱 能不能挣得钱 直接关系到他们的 生活状态 家庭地位 以及呢 他们在他们的 社会圈层的影响力 那么还是那句话 你在北上广深 你可能很难理解 手里有钱的 真实含义 那么对一个 在家务农的 农村妇女来说呀 她有收成 有粮食 有房住 但是呢 她可能是真的 一分钱的 现金收入都没有 就连十块钱 她都要伸手 跟在城里打工的 老公要 这个时候 谁能往他们手里 增加一些 可以自由支配的零花钱 那可以调动起来的 积极性呢 是超乎你想象的 所以呢 我们制定了 金钱奖励政策 每介绍一个人 我们给200元的 一个介绍费 但是呢 不是一次性 就给他们 支援者第一次 现学将 我们呢 给组织者100元 第二次现学将 我们再给组织者50元 那么第三次现将 我们呢 再发放50 这样呢 一个志愿者 如果现满三次 组织者可以拿到200元 而一个志愿者 如果他能够连续 现三次学将 基本上就变成了 我们的固定用户 另外呢 我们还有 金平商城 很多人呢 把家里的农服产品 拿过来 进行一个自由交易 但是呢 这些方法呢 只是给了他钱 还不够 他还需要面子 不仅要给货币 还要给社交货币 所以呢 我们对 帮助我们 做宣传工作的 这个联络员 进行一个 神圣的受害仪式 赠予他们一个 爱心大使的称号 感谢他们 为人类健康事业 做出的贡献 那么这个爱心大使啊 不是 虚有图名 我们会定期地 举办一些活动 比如说呢 爬山 骑行 徒步 赏桃花 总之呢 就是通过 各种各样的活动 增强他们的存在感 这样呢 既让他们挣的钱 又感觉呢 非常有面子 他们就愿意 主动啊 在他们朋友圈啊 进行宣传了 这样呢 通过硬敲门 所触达的那些陌生人 通过发放这些软黄金 就变成了我们自己人 我们的营销体系呢 就算是初步搭建完成了 第三个心法 老组织 这两年呢 社群这个词啊 很热 手机有手机的粉丝群 面膜有面膜的粉丝群 那么很多人呢 做一个新事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建立一个自己的社群 但是 在县余市场 你也不能这么干 因为县余市场 它的人际关系啊 就四个字 熟人社会 他们特别注重 原生的 传统的 熟人之间 社交关系的维护 线下的交往呢 也更加的密切 因此呢 你要采取一个策略 叫寄居械的策略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别拿你的新关系 来和老关系 做对抗 你要像鸡鱼蟹一样 善于借壳 把你的新事 装入到原有的组织之中 尊重并借助 原有社会网络的力量 那么在 现余市场呢 组织 老组织很多 有的呢 有上百年的历史 比如说 家族 还有的是近几年 刚刚兴起的 比如说呢 各类协会 当然了 各地风土人情不同 我们融入当地老组织的方法呀 也各有差异 那么 在湖南淘江的时候呢 我就组织了全县的 首届公益 相亲交友活动 那么江战呀 就成了一些单身男女 约会的地点 在海南宝庭 举办了全县的 王厂五大赛 那么在正江青田 我们呢 进行文化下乡活动 排练一些呢 有关 现江的节目 下乡进行表演 那我们在开拓 现余市场的时候呢 有一个简单的心法 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 置身于 现余市场的生态圈之中 不是做一轮业务就走 而是以扎根当地为 前提进行资源整合 所以呢 我们和很多的老组织呢 都有合作 比如说呢 官方的科学 复联体协商会 民间的 移工队 乡村医生群体 七派九协会 夏季协会 那么我们之所以 去做这个生态圈呢 含有一层含义 就是说呀 你要建立一个 真正的社群 就要实现 社群成员之间的 至少两个维度的 交叉连结 要做到 职业圈 生活圈 和网络圈的 交叉覆盖 这才叫 重度连结 才可以说呢 形成了一个 真正的社群 当我们这个社群啊 建立起来之后啊 成员对我们的认可度 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个人呢 是浙江一个 眼镜厂的老板 他加入我们 县江行列之后呀 不仅自己 亲力亲为 而且呢 带动亲朋好友参与 甚至啊 把自己的眼镜厂 盘了出去 自己花钱 二十多万 买了一辆中巴车 每天 接送我们的 爱情志愿者 所以说呢 借助老组织 是一个不费力 又十分讨好的方法 那么第四个新法 新解释 组织县江这个工作呀 它有一个 先天不足的困难 就是社会上 对它的误解太深了 所以我们的工作呢 不是从零到一 而是呢 从负一到一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两张图 左边这个照片呢 是南方周末的一个报道 这位母亲呢 她的孩子得了血友病 因为没有药物的治疗 这位母亲呢 痛哭流涕 右边这个呢 是中国青年报的 一个报道 这个县江园呢 家里面很贫穷 经常去县雪江 他的邻居说呀 你这是去卖血 他觉得很委屈 他也在哭 我觉得他不应该哭 因为他做的是 天使的工作 但是他为什么哭呢 因为他享受的 是做贼的待遇 所以呢 作为一个从业人员 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呢 就像一道光 如果想要照亮 这片认知的黑暗区域 本身就要成为光源 否则 否则的话 你即便把前面的硬窍门 软黄金 老组织 这三件事情 做到了极致 你这件事 还是做不成 所以我们必须 监视 长期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新解释 要把那些 原来的俗知俗见 给他破除掉 因此呢 我们做了很多的公益事业 成立了慈善基金 义工队 推出了监防管理 在大城市 大家每年会做一次体检 但是呢 在现役市场 有的人四十多岁了 从来没有做过一次体检 百分之三十的农村人口 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血洗 所以呢 我们推出了免费的体检 和一些高端的心脑血管检测项目 另外呢 根据他们现将次数的多少呢 我们会赠送一些意外保险 在教育方面呢 我们推出了奖学金 和我用双手挣路费的活动 不是直接给钱 而是给他们可以挣取的机会 那么在海南保庭的时候啊 我邀请了 十一个贫困家庭的高中毕业生 到我们单位进行实习 开展我用双手挣路费的活动 为期一个月 然后呢 根据他们表现的情况 发放不同的奖金 作为他们上学的路费 那么通过这样的活动 不仅是资助了他们 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感觉非常有尊严 他觉得这个钱不是试试来的 而是他用自己的双手挣来的 当然了 这些年轻的受过教育的 未来的大学生 在我们这个行业进行了 为期一个月的实习 对我们也更加的了解 也变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 那我们开展的公益活动呢 还有一类叫点亮乡村 当我们在村子里面 第一次把路灯竖起来的时候 很多人慢慢地围观了过来 最后很多人开心地跳起了舞蹈 他们说 谢谢你们 我们村第一次有了路灯 我们也能够像城镇人那样 吃完晚饭之后 跳一跳广场舞了 那么通过这些新解释 我们就输出了公益健康文明的观点 响应了陈州委员长提出的 献血县江同样光荣的口号 也让县江员从自卑转向了自豪 现在他们在县江的时候 主动要求拍照 有的人举着爱心的牌子 有的人穿着漂亮的旗袍 还有的人在三立墙前面留影 那么左边这个图 就在雪原大厅排队的照片 右边这个图 不好意思 右边这个图是在那边等候去的照片 但是呢我还想告诉大家 中国市场的白蛋白 有60%来自于进口 因为我们中国的采降量太少了 中国的每千人采降量 只有3.8升 远低于国际水平 中国的总的采降量 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 我的工作的目标 就是缩小这个差距 那么说到这里 我对很多人口中 提到的下沉 有了自己的想法 到县雨去 到三四线城市去 难道就是下沉吗 我觉得 真正在那里打开局面的 不是下沉 而是上期 不是把一二线城市 过时的玩剩下的东西 下沉到那里 而是把他们的生活方式 和生存方式 上提到一个更好的水平 让基层社会 也达到文明的基本美侃 最后一句话 跟大家分享 在别人口中的下沉时代 我们需要的是上提的精神 谢谢大家 感谢陈震同学的精彩分享 请台下就座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国务院参事 德大大学第07 北京班汤敏同学 带来他的分享 有请 同学们好 在我们北京班第07的学院里头 有一个跟刚才马琛 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打字比较慢 但是头发还在的 一个65岁的 一个老资深学员 那 那人 当然你们都猜到 就是我 人们老在问我 说你为什么要去上 得到大学 确实这个问题 也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 我们来借助 罗帕 罗老师给我们讲的 北京大学保安 问的人生终极的三问 你是谁 你到哪来 你从哪来 你到哪去 这人生终极三问 我也创造了一个 叫汤敏三问 上德道大学的汤敏三问 这三问不但是我的问题 也是在座的各位 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 而且我认为 这三问 还会跟我们 得到大学 如影随形 将会被得到大学的学员们 一届又一届地问下去 那么这三问 是什么呢 第一 我为什么要上 德道大学 第二 我从德道大学 得到了什么 第三 毕业以后 我还想从德道大学 得到什么 让我先来回答 这个像绕口令一样的 汤敏三问 第一问 我为什么要上德道 我是一个学者 但这个学字 不是学问的学 是学习的学 因为我这辈子都一直在学习中 我是文化大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毕业以后 又到美国就学了五年 得了硕士博士 后来参加了一个国际组织 叫亚洲开发银行 在那里按照亚航的规矩 每年我们都要参加培训 一共培训了我17年 从亚航出来以后 我又参加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时候 我又参加了中组部和国务院发展中心 和清华大学一起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办的 中国公共管理高级研修班 又参加了在建桥大学办的 中国企业管理的高级研修班 我不敢说我是学富武车 但是学过六巡 我是当之无愧的 当我的朋友问我 说你这一把年纪了 为什么还要再上一个大学 我跟他们说 我是输到用时方恨少 这几年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被有幸选为国务院参事 要履行国务院参事职责的时候 需要的知识面 需要的层次 就远远超出我过去所熟知的领域 我又做了很多公益活动 我要从一个经济研究的学者 变成了公益人 这里头我又要学很多的社会知识 而且还要学管理 我过去的人脉 我的圈子也不对了 这些都需要学习 我是咱们得到APP的老学员 老用户了 很早我就偷偷地跟着罗胖在学艺 但是总感觉到 这种碎片化的学习 还是不过瘾 所以当我听说 得到大学要招生了 我就在第一时间里头 依然地报上名 非常有幸 在据说是 比我当年77年考大学 还低的录取率的这种情况下 我被有幸地录取进 得到大学第零期学员 开始我的新的学习 今天我们已经从得到大学毕业了 刚才我们已经领到了 第零期的毕业证书 现在我们就不得不问我们第二个问题 我到底在得到大学里头 得到了什么呢 用我们在得到大学里上课的套路来说 我来给大家讲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 我们怎么样来用我自己的方式 来用得到大学学到新的思维方式 来运用到我的工作中去 在得到大学 最有名的是我们这个 我称为得到武林秘籍的48招 按照我们得到大学的教务长 蔡玉用的官方语言 叫48种人格的多元化思维模型 在这48招里头 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招 第一招是什么呢 叫创始人没有资源 你怎么开展第一步 谈到资源没有比公益机构资源更少的了 我们每一分钱都得去捐助 都得去寻求捐助 而公益人他的野心还特别大 这些社会问题政府都没解决好 企业都没解决好 我们公益人怎么才能去解决呢 我们又没有什么资源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了得到大学老师 给我们教的方式 叫空手套白狼 怎么才能空手套白狼呢 我们得到大学老师是这么教我们的 他说要从打造想象的共同体 发挥共同体各成员的优势的 共同奋斗共同荣誉的模式 一口气都喘不过来把这句话说 用我们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来说 就是要通过谈理想 讲故事来打造共同体 我们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公益机构 据统计 40%左右的公益机构都在做教育 但是在对改变整个教育 还是杯水车薪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公益机构资源非常少 而这很少的资源里头 我们还在做单打独斗 那么我们更应该用得到大学这种 通过谈理想讲故事的方式 把打造一个共同体 大家一起来做 那么我做了一个 我们叫做青椒计划 所谓青椒计划 就是乡村青年教师 社会知识的公益计划 我们专门给乡村的 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进行培训 而这个我们不做单打独斗 我把很多的机构 把它集合起来 讲故事 讲理想 大家一起来做 我们组织了30多个公益机构 学术机构 企业 大家一起来推动 我们在全国找到了北师大 华东师范大学 马云优秀教师奖获得者等等 由他们来讲课 每个星期两次课 我们一直要培训整整一年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头 我们在全国的20个省的 8000多个学校的 5万多乡村老师 每个星期 星期三 星期六 都在他的手机上 都在互联码上 来上我们这些提供的最好的课 我们仅在新疆的和田 喀什两个地区 就有好几千个青年教师 在每个星期 在参与我们的培训 那么这个就证明了 这种把资源整合起来 在资源很少的情况 我们把资源整合起来 通过讲故事 通过谈理想的方式 那么大家一起把自己的 优势发挥起来 是能做出一些比较大的事 这个做完以后 我就想 我们能不能把这套模式 推广到别的领域去呢 需要学习 需要培训 需要的人非常的多 恰好在这时候 我们听了德大大学的 第十九招 叫穿越者 在去年十月份 整个的 这个由民政部的 叫中国慈善联合会 里头成立一个 叫乡村振兴委员会 那么我呢 被有心选为 乡村振兴委员会的主任 那我就马上想 我们能不能把在 教育领域行之有效的 这个青椒计划这套模式 来为我们的乡村振兴 做一个穿越呢 所以我又在这里头 用了我们第十九招 穿越的模式 它是怎么说的 这招的模式是这么说的 说你在原有行业 积累的能力和手法 用来改造和优化 其他行业 可能会带来惊人的效果 我把青椒的模式 运用到乡村振兴的 返乡青年的培训里头 大家可能不知道 现在已经全国 已经有七百五十万的 返乡青年 他们都在城市 工作五年十年 可能快递小哥 可能是在生产线上 但是有种种原因 他们愿意回乡去创业 去发展 农村如果都是现在的这些 剩个老头老太太 那么乡村凋敝是很难避免的 但是有了一批年轻人回去 一个村子只要有一两个 三四个年轻人 把这些人带起来 乡村振兴 就非常有希望 可是我们的年轻人 他学会了做快递小哥 他在城市里 学会了这些知识 他看到了城市这些机会 可是在农村怎么做呢 他毕竟还是没有经验 还没有能力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 叫乡村振兴的领头宴计划 也是用互联网 我们找了全国成功的这些 乡村振兴的这些创业者 由他们来讲 我们的课里头有种植 养殖 有乡村的旅游 有乡村的电商 有社区的打造 有农村金融等等这些课 我们是每个星期三次课 要连续培训五个月 第一期 我们组织了各个机构 合起来 我们是每个星期三次